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N与阿Lam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另一个老观的戏剧人生 今天的主角就是靓翅伯 靓翅伯生于1904年 在1992年2月6日,靓翅伯原名叫黎松柏 他的书名叫黎国祥 就是广东新会人 他是著名南派粤剧老观 他在家排行第四 所以这些人一般来说都是叫他四叔 他另外也有两个称号 一个叫做武生王 另一个就是南阴王 靓翅伯伯伯伯伯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取其他的师傅靓大方和他仰慕的艺员 朱伯伯两个人的艺名合成的 就是拿了靓大方的靓字 和朱伯伯后面的两个字赤伯 就组合成靓伯伯这个艺名了 靓翅伯和金山丙、靓荣、千里驱和白驱荣等人 都是将戏台演唱的语言 由官话改为粤语 他们就是先驱人士来的 就是他们首先做出这个改革 十六岁的时候靓翅伯就跟从他的三哥 他的三哥就是申太子卓 就在环球乐学习 他相当聪明 很快就晉升为第三个武生 当年他和薛国仙和朱伯伯一起工作 靓翅伯就施成这个靓大方 并且以文武生朱伯伯和小母申兆华来做学习的对长 所以班中的人都称他做靓翅伯伯 所以他亦都之后用这个靓翅伯来做艺名 靓翅伯先天的腥底 就是比较老成一些和沉实一些 不像一个少年人 所以他就走不到朱翅伯的路线 后来靓翅伯就加入了由申士开办的洛千秋剧团 担任这个武生 虽然他的喪音和调门都比较低沉 而且那个声线就有少少沙雅 但凭着他的苦工专演 终于他亦都自成一格 他善唱就是龙舟康、南阴康和古康 因此他就享有龙舟王的美语 多才多艺 他亦都能够反串一个老蛋 即是老的花蛋 他的功架是非常之好的 功架一流 他的牙简工和抛骚技术深受推崇 而他的坐车功夫更是独步离远 无人能及 在1930年代 领刺币已经晋升到第一武生 他的唱造就备受观众和行内的清肿 一九三六年 他就远赴美国登台 一做就做了三年零九个月 他就远赴美国登台 后来他就重组性寿年班 他就和花蛋何芙年 小燕雄 小燕雄就是红线女 梁艳芬 梁艳芬 梁艳芬就是方艳芬 等几个人合演 組成性寿年班 在1941年 另外亦都和廖合怀 和申马斯增 组织了性寿年班 之后 无奈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占领了香港 于是乎 梁艳芬就逃亡到广州 在广州加入了太上剧团 这个太上剧团 跟着移私去澳门演出 数十年以来 梁艳芬 曾经参加过 和参演过 很多剧团 要数到 分别是 太上剧团 新星剧团 这个新星剧团 即是任劍辉 和白雪仙的新星 另外还有 《光画》 《环球乐》 《竹乐年剧团》 《仲太平》 《仲太平》 《仁寿年剧团》 《仁寿年剧团》 《胜利年剧团》 后来就参演到先奉名剧团 跟着是初凤名剧团 这些剧团 啊靓释伯都是担任武生一职 一直直至 1992年1月12日 在初凤鸣的团年晚宴 领次伯宣告退休 不再做退出舞台 年纪老了 与他曾经合作的后辈多不升数 随便举一两个例子 譬如任兵仪、林家兴、龙剑生等 都是曾经得到他的提携指点 领次伯有一个入室的弟子 叫做朱镇邦 这件事在戏曲之旅的第123期里 曾经有提及过 领次伯有个儿子叫做黎玉书 这个儿子相当孝顺 他为了纪念他的父亲靓次伯 故意在将军澳宝林 捐建了一间学校 这间学校命名为 人制医院靓次伯紀念中学 今天和大家分享靓次伯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也暂时完结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这个 阿N与阿N频道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